自治通鉴 这一讲让我们回到周烈王六年 魏武侯过世的那一年 自治通鉴还记载了以下四件事 第一 赵国攻打齐国 进兵倦帝 第二 魏国在怀地打败了赵国 第三 楚宿王过世 没有儿子 弟弟熊良夫继位 这就是楚宣王 第四 宋毕公过世 毕是复毕的毕 儿子替成继位 替除的替完成了成 这四件事里面 最后一件意义特殊 并不是一场常规的政权交替 值得仔细讲讲 司马光到底忽略了什么 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照例呢 先去检查他的史料来源 这一次 关于宋毕公的记载 又是从史记抄过来的 史记宋世家记载 宋国从昭公去世 到替成继位 五代人的权力交接 只是一部简单的流水账 讲到宋毕公的时候 只说他接了父亲宋休公的班 在位三年就死了 儿子替成接了他的班 内容唯一比资质通鉴详细的 就是交代了宋毕公的名字 他叫毕兵 那么问题来了 国君的名字里就已经有了一个毕字 总不能死了以后 士号还用同一个字吧 这也太没规矩了 史记一定记错了 幸好史记索引引述 竹书纪念给出了一个合理答案 这位宋国国君名叫毕兵 这个毕呢 是和氏毕的毕 士兵的兵 士号为缓 齐桓公的那个缓 所以应该称为宋桓公 史记索引还引述了庄子的一段记载 说宋桓公出行 还没有出城门的时候 在前边负责开道的人高声呼唤 让闲杂人等通通让开 喊的话是毕 估计会拖着长音让大家避让 有人以为喊话的人疯了 赶紧过去制止 不让再喊了 为什么要去制止呢 庄子虽然没讲 但从竹书纪念给出的线索来看 让人避让喊的是毕 宋桓公的名字叫毕兵 发音相同 冒犯了国君的名讳 对国君失礼了 所以庄子的这段记载 刚好可以和竹书纪年的内容相互印证 如果竹书纪念在这件事上 比史记更可靠的话 那么当我们继续循着 竹书纪念的线索 就会看到 宋桓公并不是因为正常死亡而退位的 而是被替成废除的 再结合韩妃子 说院 淮男子这些材料 我们还可以推断的是 宋桓公和替成 虽然占亲戴故 但并不是父子关系 替成这个古怪的名字 其实也并不是人名 而是官名 标准写法是 司城 司马的司 城市的城 宋国的官制 有所谓六卿 大约相当于一个国家总理 加上五个副总理 司城就是五个副总理职位之一 主要掌管土地和土木工程 司城原先叫做司空 后来宋国出了一位宋武功 名字就叫司空 出于避讳的考虑 作为官职的司空 从此就改称司城了 在宋国历史上担任过司城职位的 有两位名人 第一位是春秋时代的乐系 自子汉 被称为司城子汉 是宋国的一代贤臣 第二位呢 是战国时代的皇系 自子汉 也被称为司城子汉 是宋国的一代奸臣 废处宋桓公的那个替成 就是第二位司城子汉 咱们前面说过 古人的名和字 往往有关联 先秦年间的人 名取成喜的 字经常用汉 乐喜自自汉 黄喜呢 也自自汉 可见 喜跟汉是有关系的 只是我们今天呢 已经看不出这两个字的含义 到底有什么相关了 我在前面讲过宋国的家族谱系 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姓子 从子姓分化出了若干戈士 比如我们熟悉的孔子 就属于孔士 在宋国的各大士族里 代士势力很强 所谓代士 顾名思义 是宋代公的后代 以宋代公的士号 作为自己这个分支的士族名号 但是呢 开支散业 规模太大了 还要继续分化 于是分化出了 画室 黄室 乐室 等等之喜 这样呢 你就会发现 第一位思成子汉 乐喜 和第二位思成子汉 黄喜 分别属于 乐室和黄室 而归根结底呢 他们都属于代室 春秋末期 三大家族联合把持宋国的国政 其中又以黄室和乐室 实力最强 后来黄室呢 出了能人 就是第二位思成子汉 为了叙述方便 以后呢 我就直接叫他思成子汉好了 思成子汉的高明 韩非子 给出过很详细的描写 前面讲过 韩非独创了一种文体 叫做楚说 在文章结构上 楚说分成 金和说 这两个部分 金呢 是解明而要的论点 说是论据素材的罗列 在韩非子这部书里 楚说题的文章 一共有六篇 内楚说两篇 上下外楚说四篇 上下外楚说 又分为左上 左下 右上 右下 现在我们要看的是 外楚说 右下 韩非要借思成子汉篡位的事情 探讨一个管理学难题 碍与怕 哪个更重要 话说思成子汉 来给宋桓公出主意 大义是说 人呢 都是趋利避害的 只喜欢得到赏赐 不喜欢受到惩罚 所以自己甘愿为国君分忧 以后啊 国君只负责赏赐就好了 尽情的享受全国人民的爱戴 至于刑罚这种脏事 就由自己来做 自己呢 甘愿代替国君 承受全国人民的恨意 宋桓公啊 为思成子汉 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 打动了 爽快的 交出了刑罚的权柄 从此以后 凡是发布禁令 诛杀大臣之类的事情 问到宋桓公头上的时候 宋桓公呢 都只有一句话 去问子汉 于是 大臣们惧怕子汉 平民百姓呢 归附子汉 才一年的光景 子汉就杀掉了 宋桓公 夺去了宋国的政权 韩非子把思成子汉的篡位 比作出智 智就是野猪 出智呢 就是突然窜出来的野猪 这个比喻的意思是 思成子汉的夺权 就像一头突然窜出来的野猪 抢去了食物一样 穷凶极恶 干脆利落 让人猝不及防 出智 从此成为一个典故 形容大臣专权 你也许还记得初中语文 课学过的 五人墓碑器 开篇第一句是 五人者 该当辽州周公之背带 既于义 而死焉者也 千动名辩的这位 辽州周公 名叫周顺昌 被魏忠贤一党迫害 最后死在牢里 后来崇祯帝继位 给周顺昌平反 圣旨里呢 有这样一组对仗 指路之恶 浮于妄疑 出智之威 急于北寺 上连的典故 是赵高指路为马 终于在望夷宫 逼死了秦儿时 下连就是用 出智形容魏忠贤 说他垄断了国家威权 随便监禁朝廷大臣 怎么避免出智的悲剧呢 上书里面 早就有过明确的教导 上书有一篇 红范 内容是商朝贤人 姬子献给周五王的 治国真言 其中啊 有这样一句名言 唯必作福 唯必作威 唯必玉食 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 意思就是 福和威 也就是赏和法 还有美食 都是君王专享的 绝对不能给臣子这些权利 一旦臣子拥有了这些权利 君王就危险了 国家呢 就有祸了 这句话里的 唯必作福 唯必作威 后来呢 演变成了我们熟悉的成语 作威作福 威和福 必须相辅相成 在管理学的意义上 威就是大棒 福呢 就是胡萝卜 管理者啊 必须一手大棒 一手胡萝卜 这样呢 才能管得住人 韩非子把这个道理推进了一步 如果只能二选一 那就看看 出智的教训吧 胡萝卜 可以不要 但大棒 但大棒必须有 胡萝卜和大棒的重要性倒还容易理解 但问题是 上书红饭的那句话里面 为什么把美食拿出来和胡萝卜 大棒相提并论呢 难道大臣们吃好一点 还会危害国家安全吗 也许是因为商朝的烹饪水平太低 吃一顿美食太难 以至于美食足以成为特权的象征吧 周列王六年就这样过去了 最后我再简要交代一下 资质通鉴对周列王七年的记载 一共三件事 第一 日食 第二 周列王驾崩 他的兄弟周浅王继位 第三 魏英河公众化内战 最重要的是第三件事 我在前面已经详细交代过了 好的 现在可以愉快地告诉你 资质通鉴的第一卷 咱们已经全部讲完了 没错 你已经成功功课了 资质通鉴的整整一卷 是时候奖励一下自己了 后面就还只剩下293卷 第一卷 周济一 从周微列王二十三年开始 到周列王七年截止 总共三十五年的历史 古人过的显然并不都是慢生活 这三十五年间 有太多新王成败 天翻地覆 从下一讲开始 我们就该垮上一个台阶 进入资质通鉴的第二卷 读完资质通鉴的第一卷 你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 下一讲 我们进入资质通鉴的第二卷 请不吝点资质通鉴的第二卷 请不吝点资质通鉴的第二卷 请不吝点资质通鉴的第二卷